今天在台積電的帶領之下 大潘又再漲創下波段新高 我想其實台積電這一波 所展現出來的氣勢跟格局 跟另外所謂的古王大立光 或者全職王洪海 整個氣勢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看到其實以台積電 這麼大的一個股本 將近2600億 能夠一口氣 一天之內大漲6塊錢 這的確是比較罕見 而且最近還帶有兩個 三個了 已經1 2 3 三個跳空往上的多方缺口 所以這個氣勢當然值得我們去留意 因為台積電現在眼前能夠大漲 它到底是在漲什麼樣的題材 或者說它背後所帶出來的 產業的方向在哪裡 這個可能就跟我們的投資息息相關了 我們知道因為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可能手上你並沒有像外資一樣 長期握有台積電 可是台積電這個時間點 明明第一季大家怕會損又是淡季 為什麼它會漲 我跟各位講 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為來自於智慧型手機 否則你會看到 按理來說 智慧型手機如果大好的時候 大力光應該很飆 洪海應該也很強 可是最近洪海跟大力光都不強 只有台積電強 這個就要回到上個禮拜四 台積電法說會當中 張忠謀所點出來的方向 我想其實它的看法跟我們一直在鎖定的產業趨勢 有很多都是雷同的 包含虛擬貨幣 也就是以比特幣為首的虛擬貨幣 包含AI人工智慧 包含物聯網 還有矽晶圓 那這些產業其實 原本它就是站在一個高速成長的浪投之上 可是大家可能有時候一碰到股價 整理或跌 就會忘了這些產業 他們背後成長的力道 這些產業看好的理由 那往往就要等到呢 像一個張忠謀這麼強而有力的人士 站出來講話 為這些產業呢 大力看好背數之後 市場的資金 才又會好像呢 突然醒過來一樣 那今天你看到相關的產業族群 都在轉強的時候 當然有的人會選擇就去追 那這個我覺得無可厚非 畢竟你看到市場資金就在這裡 這個是主流 你不買好像對不起自己 但是你去追高的同時代表的是 你會讓自己短線的獲利空間壓縮 而且風險增加 所以敢追的人就要敢認輸 在停力跟停損點部分 自己就要拿捏好 那反過來說 其實威嚴老師在上週跟上上週 一直給你們一些建議 希望你有聽進去 我說其實像矽晶圓好了 今天全面噴出很多人一定很想買 可是矽晶圓產業或者說像被動原件產業 我一再跟各位分享我的看法 我說產業的基本面很好 沒有問題 但股價呢 你最好用區間的方式操作 拉回的時候 黑的時候 跌的時候去佈局 不要等到利多出來的時候再去追 因為這兩個產業 甚至還有當然其他的產業也是一樣 從去年開始認同的人都很多 那基本面成長 大概股價也都反映一段了 所以市場上大概沒有什麼人會去看壞 被動原件或矽晶圓 但問題就在於說 當一個產業如果把大部分的利多 反映進去的時候 你用追的 或你看到消息還出手 那很容易 會買在短線的相對高點 那如果你跌的時候去買 它的好處在哪裡呢 因為你跌個幾天 大家不理它的時候 你的價格低 籌碼乾淨 沒有人跟你搶 那因為產業本來就是維持在成長的格局當中 這個趨勢都沒有改變 所以呢 你低的時候買 過幾天沒多久 自然市場上會有人幫你放利多 甚至包含連張忠謀都可能站出來幫你背書了 所以操作被動原件或矽晶圓 還有很多利多 在去年已經夯一整年的產業 大方向都是這樣子的 那所以呢回到這一次 張忠謀的一番談話 帶出了整個電子的投資趨勢 那跟我們的看法跟操作的重點 可以說是不謀而合 所以 我也覺得非常開心 張忠謀他講的話 大家都會把它當成聖子 那其實 威陽老師也苦口苦活性的跟各位呢 提到呢 我們鎖定的個股裡面 就有一檔呢 符合這樣的投資條件 那這一檔標股呢 受惠於挖礦槽 受惠於AI人工智慧 顯示卡出貨持續的成長 好 那麼這一檔股票 上週 在 我們蓋牌的時候 其實 你都還來得及 把握住這中間呢 卡位 或者是 上車的機會 那今天呢 說真的要買 就恐怕很難了 好 那這一檔個股呢 今天我們跟各位呢 做個揭曉 就是2465的利台 那我知道 有些投資朋友呢 應該呢 在上週 看到我們這麼清楚的 投資題材 你應該 能夠猜得到 那你如果手上有 有賺到錢 我替你感到開心 你也不用感謝我 如果你不是家族朋友 你自己猜對 你自己買 那你有賺到錢 那是你的福報 那也是你有本事 你厲害 但是呢 我更想要幫助的是 沒有辦法 跟上腳步的朋友 很多投資朋友 他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也可能不像會拆牌的網友 這麼樣的專業 看到一點投資線索 就能夠拆到這是什麼股票 那當然呢 這樣子的投資朋友 是絕大多數 而這些絕大多數 比較弱勢的朋友 才是我真正 更關心想要幫助的 因為呢 好的股票真的不用多 你手上只要把握住一檔 好好的用心操作 從頭到尾 該買的時候買 該續報的時候續報 該賣的時候賣 你跟上腳步 一次只要呢 把資金集中在一起 跟著魏老師做一檔 一次一檔一檔一檔 這樣做下去 其實你要 讓自己累積財富 是很容易的 那上個禮拜 我們跟各位講到的 立台 看好的方向 其實就是因為呢 現在市場上 你說缺貨缺很多原物料 對不對 不但如此 因為挖礦槽 挖礦的熱槽 需要呢一些高效能的電腦配備 其中呢 顯示卡 就是在挖比特幣的一個 很重要的環節 現在顯示卡也缺貨 而且售價在調漲 那立台其實去年油虧轉型 尤其第三季呢 單季的獲利已經大幅度的成長 那股價其實已經整理一段時間 所以呢 爆發起來特別的快 上禮拜二 公道漲停 而且呢 速度相當的快 禮拜三 連續的第二根漲停 那週三這一根漲停板 爆出了天亮 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換手 所以接下來 在隔天禮拜四 做一個沉澱 股價呢 漲幅開始明顯收斂 在這裡做整理 那我說空間還會很大 那話剛講完 今天呢 直接開盤幾乎就漲停了 速度之快 快到呢 如果你上週沒有跟上腳步的朋友 今天要買 真的比較難 但如果你上週 有跟上我們的腳步 我想呢 對不起 老師的會員 陸陸續續在上週 該買的 我都讓他們呢 按照指令去做布局 依照會員的資金多寡 依照呢 這個股票的位階 讓該上車的人 把握住這檔股票 那到今天股價 順利呢 創了波段新高 所以我說上個禮拜 這一根天亮的換手 非常重要 你看今天在 幾乎呢 不帶量的情況之下 幾乎是開盤就漲停板 關鍵呢 就是在於 上週這一根 天亮的換手 所以目前其實換手完畢之後 立台的籌碼還相當的集中 那因為張忠謀也講到嘛 台積電其實今年的上半年 還是能夠維持滿強勁的成長 那關鍵之一就來自於 比特幣的貢獻 所以或許呢 你對比特幣還不是很清楚 那但是你要知道 比特幣 這個熱潮 一時半刻 它不會這麼快的消退 那與其你真的要去投資在一些 所謂 直接去投資比特幣 這個風險 我想一般人是承受不起的 因為 它能夠單週跌掉50% 暴漲暴跌 可是 我們講挖礦 就是說這些所謂的挖礦機的設備 那這裡面的商機就真的很大 所以立台 是一檔市場上 在上週還沒有開始注意到的 低價比特幣的受惠股 那股價這一波 算是還它一個公道 因為從減資完成之後 也整理了真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呢 張忠謀 所看好的產業裡面 還有什麼產業 那麼剛才講到 矽晶圓 那矽晶圓 其實早在台積電還沒開法說會之前 我們就跟各位講了 這個產業 今年一路缺貨到年底沒有問題 那麼這一波的指標股 尤其是首推台聖科 那今天的股價 再度亮出了波段第三根漲停板 光從元月走到現在 它已經有三次的漲停了 外資投信都站在買方 尤其投信 一月以來天天都在買 那台聖科呢 8吋晶圓今年的漲幅 可能會比12吋晶圓更大 那台聖科呢 它是以8吋晶圓為主 所以受惠直接 這是看好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 台聖科的籌碼 高度集中在董監大股東的手上 包含台塑集團 那先前你看到大股東呢 一直在做申報轉浪 我說這個是一個籌碼的假利空 不要看到申報轉浪就自己嚇自己 其實它是把股票呢 適度做分散 因為你看台聖科到現在 是不是沒有融資融券的信用交易 原因就在於它的股權太集中 不符合申請信用交易資格 所以它掛牌到現在這麼久了 還沒有辦法用融資 那這一次它申報轉浪 就是要讓股票分散出去 不過就算它分散了一部分 聲浪了一部分 台聖科的籌碼 還是超級集中的 高達8成以上都在大股東手上 所以股價很容易漲停 這就是它的特質 所以我覺得台聖科這一波 是同時具備基本面 跟籌碼面的優勢 所以股價很容易漲停 而且還漲不停 那當然呢 你看到前面可能第一時間錯過 它也已經漲了幾根停板 漲了一段 那如果錯過的朋友 魏杨老師也跟各位講 還有一檔 矽晶圓的股票 就是中美金 那我說因為呢 矽晶圓缺貨 當然我們回歸到整個產業本身來看 受惠最大的仍然是呢 以12吋產能為主的環球晶圓 但是一張要四十幾萬 股價四百多塊 創歷史新高 買得起的人你可以買 買著等 但是我也跟各位講過 我考量到呢 我們會員的投資屬性 這個老實說 憑良心講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呢 去大買四百多塊的股票 好 而且就算買 張素也沒辦法買得多 所以我跟各位講 還有一個投資機會 就是中美金 因為中美金就是呢 環球晶圓的母公司 持有環球晶圓的股權 50.8% 那你想想看 當環球晶圓的股票 創新高 市值衝破1900億 逼近2000億的時候 那麼中美金持有它50% 那代表呢 中美金光是持有環球晶的市值 合理來看 就應該要上看到1000億了 1000億的市值 幾乎是現在中美金的翻倍 再把這個概念往下延伸 更清楚具體一點來說 中美金現在的股價 根本就是超級被低估 所以呢 該來的總是會來 今天股價 完全呢 沒讓大家失望吧 亮燈漲停 而且是在呢 10點半就亮燈漲停 早早就亮燈漲停 那這個背後看好的理由 其實呢 我們在上週就已經呢 一而再再而再強調 絕對不是等到呢 股價今天被市場認同的時候 買盤衝進來追高的時候 我們才告訴各位的 上個禮拜就已經把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直接跟各位做個分享了 所以其實跟著魏雅老師在做股票 是有節奏的 好 不是只有漲的時候 才會跟你說看好的理由 其實我反而 平常花更多時間在股票整理跟下跌的時候 來跟各位分析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漲的時候你不需要我來講 你市場上 你市場上隨便打開電視 都會聽到一大堆的利多 報紙新聞全部都是利多 可是整理的時候 能不能有看出他未來潛力的眼光 這個才是呢 更大的考驗 那包含呢 市新也是一樣 今天股價呢 大漲 再創新高 那市新呢 也當然是受惠於比特幣的挖礦 以及AI人工智慧 所以這幾檔股票 慢慢慢慢都在發酵當中 那剛好呢 呼應了張忠謀上個禮拜 在法說會當中 給大家所勾勒出來的產業投資方向 其實呢 也跟我們呢 幾乎在元月份以來 所規劃的投資方向 可以說完全一致 那好的老師 就是要呢 領先市場 那尤其在 股票還沒有發動公式的時候 就讓大家 能夠呢 安心的 充容的卡位上車 即便碰到呢 股票一時的整理震盪 都不用怕 你只要跟著威廉老師 每一檔股票 我們都有清楚的規劃 就算是跌 我都會讓你知道 我的看法是什麼 你都不用緊張 只要跟上我們的腳步 你就能夠呢 收穫滿滿 那今天呢 因為我們同時 家族朋友的手上 有很多的股票 大漲 創新高 甚至呢 像中美金 台勝科 利台 都是漲停板 我們非常的開心 所以呢 特別特別 把上週五呢 限時的活動 再延長一天 慶祝大盤呢 攻上一萬一 我們手上的股票 不要強勢創高漲停 只要呢 一萬一 你就能夠 跟上威廉老師的腳步 這個是超值的低價了 過去從來沒有的 難得的機會 用最低的門檻 跟威廉老師最大的誠意 邀請認同我的朋友 跟上我的腳步 只要一萬一 只有今天 延長最後一天的機會 趕快把握 大家好 我是鄭明娟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改版囉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 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 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要賺了 對 半公元 不是凡方 農隊 隨便 有 擁有 荒 雖然 可是 雖然 雖然 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赶快再来看几档个股 那么上个礼拜创下历史新高的盟利 设备股盟利 那我们小赚15% 先获利在高档减码卖出了一半 保留一半持股 那么接下来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技术面开始回撤支撑之后 那不排除 如果有理想的买点 足够的价差 会再把剩下的一半持股重新买回 那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 因为看好去年第四季的财报 会有大幅度的成长 那当然这个利多 其实都还没有公布出来 更况今年的订单也非常的明确 第二个来说 其实投信从1月份开始积极地进场 那么这是新年度刚开始才买超的标的 代表起码投信的任养作帐 它起码会锁定一季以上 甚至更长的时间 所以在目前如果说股价有震荡回到 一个不错的点位 我心中的一个位置 那也许会考虑再把它买回一半 那另外全新光电也是一样 我们看长做短 灵活价差操作 上周创高的时候也先减码一半 那我想全新大力多 在后面也是要陆续发酵 包含新产品 什么时候开始认证出货 那后面的业绩的贡献程度 足迹如何去做反应 那当然目前以题材为主 因为我说过 在这个Vcell的累晶片的部分 它只剩一道认证就可以通过了 所以题材上面还是值得去做留意的 好那达运先前减码 那最近股价做了一些拉回 那这个拉回很明显的是针对融资在做洗盘 为什么呢 我用这个更清楚的一个融资余额 跟成交量搭配 让各位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先前达运拉上来之后 融资是减少的 这当然就是有利于股价续工 可是在这边 本来在打一个平台底部的时候 融资却连续增加了5天 那资争价不涨 当然它就会刻意的往下破平台 去杀融资 所以上个礼拜五融资单日大减 那今天股价就有点初步指稳的讯号 不过真的要说回到它的一个多方架构 或攻击的态势要出来的话 最起码上周五的黑K棒一半要先回去 那如果说配合上礼拜这根大量 这个未来呢 如果融资减得够快的话 是有机会呢 平台整理 破平台 回平台 再过平台 甚至过前高 这个就看后面融资怎么洗 洗的速度有多快 那另外来讲 这个新的教育股 华为 这一波当然呢 元月份以来累积了一段涨幅 所以今天股价呢 也有一点转弱压回 不过呢 真正的故事在后面才正准备开始 因为华为在去年12月 收购了芝麻接梅雨 那这个合并案的效益 真正要产生 其实是在今年以后 那不过你从去年的12月 已经任列的部分营收 就可以看出 这个合并的效益 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贡献 如果以芝麻接梅雨来说 全省大概170个分校 每个分校 平均大约有60个学生 那每个学生 如果一年的学费收10万 你可以去算算 这个营收 如果将来保持这样子的一个 情况的话 那这个对华为来说是不得了的 那姑且就算你打个七折八折 因为学生当然有时多有时少 但是我说去年华为 如果光靠自己本来的业务 它一年的营业额做不到1000万 这是非常辛苦的 可是现在多了 这个文创教育的事业进来之后 那个威力就会出来 而且利润率也比较高 所以这边股价涨多震荡 是很合理的 那再过来我们跟各位提到的 电子标签也是一个产业 很重要的方向 因为现在呢 不管是美国的亚马逊 或传统的这个大卖场 甚至像阿里巴巴也跨入了 生鲜超市 未来呢 这些超市卖场 无人商店 都要把传统标签 陆续改换为电子标签 这个市场有多大 大概用三个字来形容 无穷大 将来有一天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到超市 超商 百货公司也好 所有的商店 所有的产品 上面呢 传统这个指标签 全面都会改成电子标签 当然现在电子标签的普及率 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可是这就代表 它能够成长的空间 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 源泰已经成为阿里巴巴 跟Walmart 跟亚马逊的工业 所以自然在这个产业的趋势当中 它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今天股价呢 几乎快要攻上涨停板 那其实我们在 上礼拜跟各位讲的时候呢 股票的位阶都还非常的低 都还没有涨到 你时间拉长来看 这都还是一个低位阶 刚发动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谈股票的时候呢 都不是等到股价大涨了之后 才来跟各位奖励多 很多时候渭阳老师讲的股票 也许刚开始你还觉得说 怎么没有表现 第一天第二天你看 怎么没有表现 一个礼拜之后你去看 哇 怎么涨这么多 一个月之后你再回头去看 那是不可思议的价位了 这个是很多跟着我这几年 比较中长线配合的投资朋友 家族朋友大概都知道的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面 有一定的节奏 那你唯一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资金集中准备好 跟上我的脚步 将来你也都不必研究 不必盯盘 所有该给你的资讯 我们会给你 所有该交代清楚的动作 你就完全按照指令就可以 会让你学到调留的技巧 同时又有余知 这一波我们所看好的 AI 人工智慧 比特币挖矿 包含四星股价大涨 创波段新高 包含细晶元的缺货 锁定台胜科股价大涨 创波段新高 母以止贵的中美金 股价大涨 创波段新高 还有受惠于显示卡 缺货涨价 立台减资完成之后 经过长时间整理 目前开始爆发股价大涨 创波段新高 你真的不必什么都懂 但你必须也一定要找到一个 比你懂的人 比你懂的团队 这个礼拜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当然你要跟上我们的脚步 温元老师会带着你 在元月份成为大赢家 难得的机会 只要1万1 最低的门槛 最大诚意 只要1万1 只有今天 最后一天跟上脚步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我不当之财务力一关